第十一届立法委员选举结束 知名脱口秀网络节目 喜剧演员贺龙将山地原住民立委参选人 离我要单列族民 我的布农族名字是 萨峰案马林金南的名字念错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更是使得当事人不满 进而发文破轰 并表示如果不会念没关系 但是制作单位连一通询问的电话都没有 事发后在萨峰案的脸书留言区中 出现自称是该节目制作人的留言 出面道歉并贴出一段专访连结 说是参考里面的发音 可是其实他们的影片的内容 跟他所提供那个专访影片里面 提到我的名字的部分 发音落差还是非常非常大 你如果有一点尊重或是有一点敏感度 你在上架之前就可以把它剪掉 不过要进一步探究 在具有声量的脱口秀节目中 原住民的传统姓名 却被视为幽默玩笑的梗当作桥段 在网路上更掀起对原住民族命名文化的误解 当我用我的布农族的名字回到部落的时候 然后部落的人告诉我说 你叫萨峰案 我认识你的外婆萨峰案 我从别人对她的认识里面 重新认识我的家族的长辈 然后也重新受到接纳 如今脱口秀节目蓬勃发展 经常把社会敏感议题当成脱口秀的段子 而拥有传播学背景的学者马朗表示 脱口秀的本职是当主持人踩了敏感议题的红线 请引出观众笑声后 更要进一步探讨发人省思的社会议题 脱口秀的节目本身就该勇于踩一体底线 而这条底线的标准也会因人而异 只不过对于脱口秀类型的节目 也是需要给予机会磨练培养进而发展 只不过事情的准备 非公开的练习至关重要 对于资讯的正确与掌握 更要不断求着 他们会把一些很多的这种 凤刺的梗去做练习之后 才会在公开场合出现 而你马上在公开的频道里面 这种直播场合去做一些 你根本没有练习的事情 那不叫练习 或者是我们说媒体没有做功课 原住民族的名字就像连结部落的期待 富含着文化养分 更能寻着名字回到部落找到认同 而随着议题发酵 更应该被广泛理性讨论 而言论自由也不该成为 攻击的保命符 同时也必须对自己的观点负责 媒体的族群素养 社会的包容理解 才是达到多元族群和解共生 走向解殖民的坑壮大道 原知新闻 Glielmo Garzao 巴都台北市采访报道